其实没有一个案子是按照我们侦察员 当时预想的这些结果走的 中间都会出一些临时的紧急状况 当他稍微粘动了一下 突然之间这个厅就无缘密布 下来清凉大气特别大 整个厅都变黑掉了 可能觉得一个小女生站在那里也比较突兀嘛 他就这种看了我一眼 然后我就非常确定这个就是他 普尔有一四联三国 一江通五林之城 那么其中江城这个地方 就是一四联三国的这种特殊气味 今天我们巡逻来到了中国老挝越南 三国交界的地方 俗称石城大山 我们每天沿着边境线坚持常态化巡逻 确保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我们移民管理警察 特别是我们边境派出所 除了和地方公安派出所一样 担负相同的职责任务之外 我们还有加强边境管控方面的直流任务 所以我们加强边境一线的管控巡逻 和社会面的自然防控 2022年626这个进途的时候 我连到安排我 带这个社区民警 对辖区这个物流基地也进行检查 26号那天 主要是对我们辖区这个 云通 巡峰 总通 这些快递进行检查 然后27号 我们主要队是对辖区这个物流 包括退运部这块进行检查 当我们检查到第二甲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季件的单据进行检查 其中一个单据就是引起了注意 这个上面的话就写一个空气压缩机 还有这个轮胎切割机 这都是大件的物品 通过我们平时的这个物流基地的排查检查了 空气压缩机这一块了 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 我就发现这个托运部的老板娘 我说这批货是谁来有机的 他说是一辆这个景红牌照的 这个银摆设的面包车 一男一女从这个景红拉过来 那我说发往那里 他说说也发往昆明 发往昆明我觉得非常可疑 从景红自己可以发往昆明 更近那边说实话 那边自己上高速 因为从江城基金的话 要走150公里才能上高速 这个空压机货单上写的是紧急发货 如果是很紧急的话 他肯定要选择时间更短的路线 他就不会到江城方向中转 又到昆明 到江城中转的话 这个货物他还停一晚上 第二天才发货 多出来一天的时间 正常的都不会这样子 我们正常员也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但明显是在走的望路舍近求远 从板拉发往昆明的这条路上 有很多很多的差距点了 我们也有几处差距点 但是没有从紧红到昆明的多 会员部老板家给我提供这个单据 我看了下上面登记的是 这个李明的这个身份信息 他们说寄进的话必须要实名 然后收进的那套自写的号码 在我们的物流基地 一般寄大众的这些东西的 它不会寄到某一处个人 它都会是定点的 比如说你要维修 一般就返厂维修 或者寄到某一处厂房 或者什么企业之类的这些地方了 不会单纯的寄到某一个人 然后他说今天陆续接了两个电话 我看你接了谁的电话 就是这个寄进的电话 我说他说的是什么 他问这批货什么时候发往昆明 这批货到了没 他问这批货什么时候你出货 然后陆续这个打两个电话 会员部老板娘 他也是捋了个姓名 因为要传三分证给他 这个护车司机 他加了个微信 用这个批货老板娘的手机 拨通我这个司机的号码 然后当外面 开了名提问 对方这样说 说是寄进人 快到江城跟蒙拉 分界线的警察罩这里 提前打了个电话 问他们过了警察罩没有 然后过了警察罩之后 一看他打电话 你们过警察罩没有 他们说已经过了 我感觉就更可疑了 越来越可疑了 我们就加强地对这批零部件进行检查 小物件我看到之后 这些部件都是新的 这个切割机快损坏了 快那种用不成那种 然后我跟两个民警抬起来看一下 切割机里面下是空的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亚数机能进行检查 不是说二手啊 可以说抗路是一次坏的 可能就用不了那种了 然后记得是脱皮的 也特别重 有五六百公斤 如果你在亏棉的话 它属于省惠城市 这东西都肯定上面更好 你何必从中老的这个边界线 把这个皮肤品寄进往亏棉的 而且写的是这个紧急发货了 走这条路线 不太正常 我们就对货物进行重点的检查 就发现空压机的切面 还有这个焊接的痕迹 这个就证明这个空压机 是被拆卸过 从表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然后它焊接完又刷漆 它焊接的那个口 那个漆比较新鲜 就怀疑就是近漆 才焊接上的 把这个空压机 我轻轻和后 终于打量了一下 在这个法门的位置 就是出气口的位置 发现有这个摆设 这个水胶部长绕 我就说这个压缩机的话 是为什么要用胶的长绕呢 我就叫这个托云部的老板娘 我说这里有没有这个蓄力工 叫她过来 叫她哪个帮手过来 当她稍微粘动了一下 突然之间这个天就 这个乌云密布 突然之间又下了清盆大雨 特别大 整个天都变黑掉了 我们俩一跑过来 这个托云部这里 进去避雨 大概二十几分钟吧 雨小一点的时候 我就带了这个 他们的工人 拿着帮手 打来把雨伞过去 他的脸 脸开 我当时又闻到一股香味了 雾年我这个 正常办案经验来讲的话 就闻到那个麻黄树 然后我就 把手机丢成打开 打开之后一照 连密密码码的 这个用是与帮动 搬运过 反正那个包装物 是一包一包的 我看上去的话 至少有上四十包 查到之后 有第一时间 我就给这个 我们的所长报告 目前我的可见范围 至少有上四十包 就拆不开 是吧 现在是 目前打不开 打不开都是密封了 然后情形上下 我都看过了 我看下 大概还有 这个 六百公斤 这个 一个人是帮不动 行行行行 那我等一下带队 就赶往现场 首先一个 你们要做好周边的排操工作 避免有人在 卧流距离也旁边 奔首 好了 好了 师长 知道 好 当时我们一行 就穿着便服 到了这个 火影点 到现场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空气加速器上面的 小孔扭开以后 就发现里面有黄色 胶带包裹的 块状的这个 可疑物 来清了吗 来清了 可以做吗 那这更加让我们 神心不疑 里面有 无尽品 发现毒品 可疑物 看进来以后 我们也没动 现场也没风 就我们的正常员 在物流点里面 然后外围的这些 我们也 向正常员去看了一下 因为我们也当心 他把东西 让别人送的来 有可能他有眼线 或者他自己在后面 看这个东西 安不安全 然后一直到了 晚上七点多 五六层都下滑了 然后把门 给他放下来 然后找了消防的通知 把我们切开 果物竞争拆开以后 总共是有93块 因为当时比较紧急 为了拨爆炉 我们紧急着就把现场 进行封闭 然后把这批毒品 鬼物进行初步的 毛重的撑量 大概就是60多公斤 发现了这些 违禁物品以后 我们正常员第一反应 就是看一下 他有没有采取 同样的手法和手段 之前走过 因为作为正常员 都有这个意思 就是他这一次 为什么要寄这一家 对侦察的经验 告诉我们 这些防罪分子 他不会是 做第一台事 他就直接把这些东西 就放到里面走 当时我们的反应就是 那肯定之前 他应该还寄过东西 要不就是试探 要不就是之前 用这种方式 同样实施过犯罪的 也问了一下 老板也说了 这个人之前也寄过 然后把他之前的单子 都拿出来开玩笑 结果发现了 这一次的收获电话 是他上一次的 基建人的电话 赶紧查一下 这个电话号码 查以后就发现 之前是寄了两次的 都是和这一次寄的 都是一样 就是配件 第一次就是试探 可能第二次 他就稍微先寄了一点 看安不安全 一直到他这一次 第三次 量就逐渐的变大 整个江山来说 他没有这么大的量 我们大大长度了个新眼 他说 再好好检查一下 有没有其他东西 然后呢 就在这个切割机的 最里面 最底层的位置 他安装了个GPS 也是被我们发现 它是绑在下面 很难被发现的 一个地方 它就藏得很隐蔽 这些都是光用的手法 因为它人为 随货走 他肯定要有个 在后台看着 我这个东西 今天寄到哪了 到哪了 到哪了 为了不暴露 我让嫌疑人知道 他的东西已经被查获 我们就把 另外一个控压机 放在物流公司 由民警进行看守 现在查获的控压机 和这个毒品 带回大队 我把这个基建的单据 发给这个 我们情报研发室 进行分析 在登记使用的名字 叫李明 他这个身份证信息 是假的 查不到 是伪造的 然后我们对这个 寄件人跟寿信人 这两个号码 进行查询 这开户信息 寄件人跟寿信人 是同一个人 他名字就叫张映辉 那同一个人持有 就有嫌疑了 不会说我从西方 把那自己寄东西 寄到科迷 还要我自己去搜 因为张某辉一落出来 我们通过这些 正常手段一查 他是在绑纳 西方绑纳警红 我们也想 因为他这个是物流的案子 他有继续在往下延伸 继续打击的这个条件 我们就对这个张某辉的 这个通联情况 进行了一个排查 前前后后排查出来 他从猛纳 把这个空压机 运送到江城的这段期间 这个张某辉用一个电话 频繁地在和另外一个电话 在通联 他的这个通联的这个电话号码 通过我们的排查 发现就是在警红的邓某辉 我们不确定邓某是否参与了本案 但是我们能确定张英辉 就是这边这个 脱业物品的寄件人了 通过对寄件人研判 这个案子还没有报 那么紧急着 我们就成立专案组 那么下面我们根据工作需求 安排编组 第一组由赵宇信同志带队 对收件信息 以及寄件信息相关情况 进行核查 包括我们将成中转物流点 周边的监控进行回放 第二组由杨向阳 带领三名同志前往昆明 到货物终点站 进行蹲守 以及核查相关情况 第三组由孙英帅 等四名同志组成 附伴纳对发件人 以及快递点周边情况 进行走访核查 要确定打击以后 我们紧接着 我们就将空气压缩机 恢复原型 我就负责押送这批空压机 前往昆明 老板很配合我们 他一般发货是在下午的时间 然后我们为了延伸侦办 我们让他把这批货 压了一天 拉货上去的这个司机 也给他做了一些交代 他并不知道 他的空气压缩机里面 有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 他不知情 那当时我们就订了 因为东西是要寄到 这个昆明的物流船 只寄到昆明 具体从昆明再往下走 到哪里我们是不清楚的 我们有三张车 前期是有一张车 已经前往昆明的物流园区 下货的这个物流点 去进行周边的这个环境的这些踩点 方便我们部署 后面就我们有两张车 我们就以前以后倒货是在中间 我们就前往昆明 然后另外一局呢 去往的景洪市 这个摩拉县 对这个货车的一拿一允 这个身份进行核实 并且固定相关证据 如果涉案的话 这两个人也进行抓捕 另外叫邓芳辉 这个人是否涉案 进行这个一个谋判 如果涉案的话 我们也对他进行抓捕 一组通知到了昆明 一组通知也到了瓣纳 其实当时张某辉落出来以后 他其实都已经在我们警方的 这个真空范围之内了 那真空范围之内 突然发现第二天早上 七点多 那我们就收到预警提示信息了 张某辉购买了一张 从西装瓣纳到昆明的动车票 当时情况来的也比较急 其实我们收到预警的时候 其实都是这个信息都是延后了 其实他已经坐上动车了 张某辉他买了票到昆明 很有可能是要到昆明 去监督这水来接货 或者是他自己去接这个货 然后再交给下面的人 一组和二组 这个手又撤了这两门 我们组长重新分配了任务 我和另外两名同事 是负责物流基地的东侧门的蹲守 看那个进进出出 有没有可疑人物 和我们的当时分析出来的目标人物 我感觉物流基地是人员最杂的地方 什么人都有可能会出现 当时我们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同伙之类的 同事直接就在那个物流基地里面 伪装成那种工作人员在那里等着取货的人 当时我们的抓捕其实有很多方案 如果是张姆他自己来接 那很好 因为当时的时候 在这个物流园区的所有的这个进出口 都有我们的警力故事 那不管是他一个人来 还是两个人来 还是三个人来 还是一张车两张车 我们都可能就是第一时间及时发现 发现以后根据我们设想的这些方案 在物流点被他实施抓捕 他应该是11点左右到了昆明 他到了昆明 住在那个酒店里面 我们的侦察员 其实都到酒店已经是贴告侦察了 看他有没有跟其他人接触 因为我们要拍 他到了昆明以后 他联系的是什么人 他的社会关系是怎么样 因为当时也不确定是谁去接这个东西 那一排了以后 发现那个酒店嘛 都是这种商务酒店 很难跟 这个贴告侦察也很容易暴露 当时到了下午三点左右的样子 然后有一名男子经过这个点 当时我们也不确定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因为当时他穿的那个服装 和我们之前分析时候看到 他进高铁时候穿的那个衣服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又在仔细又打量了他一番 发现他身上穿的鞋子 和到那个昆明出高铁站的时候的鞋子 是一模一样的 鞋子是没有换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体贸特征 比较符合文明表人物 他身高比较高嘛 差不多有一米八左右 当时就我一个人在车的侧后发 可能觉得一个小女生站在那里比较突兀嘛 他就这种看了我一眼 然后我就非常确定这个就是他 等他走远一点 就上车和我们组长报告 就说我确认就是刚才上去的那个男子 就是我们的目标人物 然后组长就和酒店遁守的人员 就是我们的同事了嘛 确认了一下他有没有走 还在不在酒店 然后我们同事就赶紧就去核实了这个情况 因为他没有交通工具 就没有对地下车口进行重点的遁守 我们把重点就放在了这个酒店的大堂 因为当时我们侦察员人员也有限 不可能每一层楼每一个口都有人 其实我们侦察员都预料到了 可能在酒店会把它跟丢 然后我们同事给我们反馈了当时的情况 就是说是他已经从地下车库从后门走了 每一起案件局外人看了 可能经过都是一样的 结果都是一样的 其实说到底 其实这些毒品案件也好 包括公安机关征办的每一起案件也好 都没有任何一起案件是一模一样的 警方一定是肯定是在犯罪分子后面是追着打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在我们现有掌握的情况下 想到各种预案 想到各种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其实虽然想了很多 其实没有一个案子是按照我们侦察员当时预想的这些结果走的 中间都会出一些临时的紧急状况 包括这个案子当时紧急状况出就出在哪里 当时我们就想着在昆明来接货的人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 最后谁知道 张某回答自己 到了昆明 这个也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我们也不清楚情况 也不知道他是要来接货 他是要自己去取东西 还是他在监督这个过程 那张某回 我们怎么跟控 我们怎么抓捕 进来以后张某就消失了 也就不见了 一直到三四点 一个霍拉拉过来 给这个威力连的老板说 他要提一批货 他就说了一个号码 也就是张某 从江城发过去的控压纪的这批货 然后我们大家都非常警惕了 当时的时候 因为提货不是他本人来提的 是一个霍拉拉来提的 那么这个霍拉拉和这个本案有没有关联 我们也不确定 如果当时抓霍拉拉 现场抓霍拉拉 那么会不会此案就此报了 很难角色了嘛 当时的时候 到底抓不抓这个霍拉拉 到底要不要放霍拉拉 拉着这批货者 然后很巧不巧的是 我在这个快递点的时候 就往山上一看 就看见山上有一个人影 就在一棵树旁边 盯着这个霍拉拉在看 我再仔细地一看了 这个人就是张某回 很确定的我就说 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和张某回 是一模一样的 我知道了 应该是还没报 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报 他肯定就是在观察旁边 有没有警察也好 他也就是通过这些手段 再确定一下 到底安不安全 如果你当时如果是不抓这个东西 如果出去了以后 第一个毒品我们假如控制不住 张某回家走了 那肯定不行 我就看见他两眼以后 他就一闪而过了 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我就说在我旁边的这一组人 看好霍拉拉 我说动霍拉拉 你就动霍拉拉 紧接着我就让路边登守的人员 注意我说人可能要从山上下来了 紧接着我就赶忙往他的从山上下来的这条路跑过去 刚跑过去就发现张某回 他从山岸顶上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对张某回进行了一个抓捕 来 紧接着来 拍一下 叫什么名字 张某回家 张什么 张某 叫什么名字 张某回家 张彦回家是不是 张彦回家是不是 什么地方的人 河北 河北人对不对 好行 好 我们是江城一下公安局到的 安岛在地以后呢 紧接着对他就进行了一个突刑 对他使用的号码 电话号码 进行了一个查看 照片像 人机手机是不是 特别人机手机 对 对 和我们前妻在江城 研判出来的这个是一致的 蹲着蹲一下 蹲着 不看这里 不看这里 我们抓到他以后 紧接着我们就对霍拉拉 县城进行控制 通过这个对霍拉拉司机的行问 说张某回通过这个霍拉拉平台 给他下单 价格是150元 收费也合理 他接单也是通过正常的平台接的 可以排出这个霍拉拉司机 对这个毒品可疑是不知情的 当时现场问他的时候他没认的什么都没认的 那我们也担心 假如邓某在这个期间联系张某 假如联系不上 他肯定就察觉了 假如联系得上 假如张某会不配合 他给邓某通通报警 邓某一样也知道 其实没有其他证据能证实他是怎么样 因为他就只是和张某有过几次电话的通联 当时不抓也不行了 如果不同时抓邓某 他采取一些什么手段 跑了也好怎么也好 那对我们安静的整个过程 我们再来要抓捕这个邓某 这很困难 大队长指令 让我们尽快对邓某会进行抓捕 大队长就打电话给 景洪宾静光大队 他们在那边互相沟通 也是一个棒的写作 我们把照片就发给 景洪宾静光大队的政策员 分析引判他是在这个查室 就是那个区域 然后他们就过去 蹲顶之后看到了 看到这个人 去确认之后呢 就对邓某会进行抓捕 老师现场很认真地 做了一下这个张某会的工作 对他的审讯也好 怎么也好 他想了一下 我们也给他讲了一些东西 然后心理发现崩了以后 他就全部把这些事情 从头到尾的情况 就讲了一遍 拉着交给谁 拉着交给他 我也等他电话 他一直认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会的支持下 干了这些事情 即使这个毒品可遇入 从我们江城进往的亏民 就是与这个地方会支持 让他去做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说话 我是指负的装车 认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紧接着 是压着张某会联谊 感到这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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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